請委員長 江委員長 委員長好 我昨天早上剛從舊金山回來 我們知道舊金山這邊其實也很多我們的僑胞 剛好這次去也有機會跟我們一些僑界的先進 一起交換一些意見 那其中呢其實剛才有一些委員提到 就是我們目前外交修兵 然後僑務卻未修兵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狀態其實在你們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若干的一些巧色 可能有一些鬆動的現象 那甚至說之前也發生過 中華總會館國企被移除的這樣子事件 姑且不論背後實際的原因是什麼 可是普遍來講 就是僑界也有一些聲音 我這邊也有收到他們的反應 就是說在於 外交修兵上面 我們可能兩岸有一些平台 或者一些管道去 在修兵這方面的默契 可是在僑務這一塊 似乎兩岸沒有溝通的管道 或者只是說兩岸並沒有類似於說 在外交修兵上面的默契存在 委員長你自己感覺 你自己的認知是怎麼樣 針對這一點 我在就任以後 我曾經去拜訪過 陸委會的王主委 也去拜訪過外交部的林部長 也在內部的會議 跟長官們報告過這個狀況 到底外交修兵以後 僑務有沒有修兵 但是我得到一個訊息是 僑務這一塊在兩岸協商之間 從來沒有談起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岸的議題 現在的狀況是以經濟為優先 所以在政治議題部分 可是外交是政治 對外交跟僑務這部分 大部分都還沒有談起 但是外交只有一個 就是外交修兵這個以後 就沒有再談到其他 我們僑務的部分 更是在外交之後 所以在僑務這部分 從頭到尾沒有成為他的議題 沒有在兩岸協商部分成為一個議題 那這樣會不會讓我們的駐外人員 甚至我們的僑務 整個非常的錯亂 這個部分也是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駐外管處 並沒有把僑務這一塊拆開 都在同一個管處裡面 所以你會發覺他們的腦袋 實際上是同時要有兩種思考 如果是談外交的時候 那可能是兩岸有一些默契 如果談僑務的時候就不行 或甚至有時候是變成說 他不曉得該如何因應 我們的僑界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做 不要講選擇啦 就是說因應 或者他在心態上面 他也會覺得很奇怪 到底現在兩岸的狀態是什麼樣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要設法去克服 我想去年我曾經參加了這個北美地區的工作會報 那我也跟所有駐外管處的同仁 在現場討論一下我們對於未來的這個外交跟僑務的做法 希望我們有一個一致的標準 坦白說對於各個僑區的狀況不同 所以當時林部長也做了一個決定 希望我們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必須要在以僑務的首長的身份 我必須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當時我就提出來一個看法 說我們希望在僑務工作上 我們以服務的競爭 取代過去漢賊不兩立的鬥爭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用服務的競爭來競爭贏得僑心 看誰能夠贏得僑心 那如果從服務的競爭角度來看目前 我們兩岸僑務的競爭狀態的話 你認為哪幾個僑設是我們還有必要再加強的 我們每一個僑設都要加強 因為我覺得現在面臨的壓力是每一個僑設 比較起來的話你覺得最危險的 或者說最有可能 對我們不利的 甚至是倒戈的 現在有好幾個僑設都有這樣子的危機 有沒有哪幾個 比如說北美地區 還是南美地區 還是我們在亞洲地區 哪個地區比較有這個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以後 他出去的僑民有1000多萬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在各個僑區裡面 他的新僑的數目值非常的大 那新僑數目值大 他就會導致一個量變 導致質變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 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你的政務工作能不能做好 就是說你們僑務的業務能不能做好 當然都涉及到經費 老實講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那我想請教一下委員長 你對岸 你了解他們花多少的經費在僑務工作嗎 我們曾經統計過說 他們曾經在外面接入的數字 因為他在各省 他有各省的僑辦 單單他各省僑辦 現在接入不是每個省都接入 單單他已經接入的數字 就是我們的好幾倍 少數幾個省就是我們的好幾倍 還沒包放到中央的 中央僑辦的數字都還沒有 中央僑辦的數字 中央僑辦的數字沒有公佈 但是我們從已經公佈的幾個省僑辦的經費 加起來已經幾十億 將近百億的數字 那省僑辦 還不包括中央僑辦 我之所以這樣問 剛剛問你說哪幾個僑設要加強 就是我知道我們不可能跟對岸去比 財力的看誰的手臂比較粗 我們也沒有辦法這樣去比 所以我們希望說你把資源用在目前 我們認為很重要 然後可能也很危險 但是也有必要把它救起來的這幾個僑設上面 那這個當然就涉及到我們立法院來講 我們是經費的審查 對不對 我們才知道說這個你的確要用 如果你不講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我們認為說這個僑委會的錢夠了 你也不講說哪裡很危險 或哪裡有必要 我想 我剛剛想表明就是說哪裡都危險 但是我知道委員你想問我說哪裡最危險 那哪裡最危險 我想現在我們一個主要的一個競爭的一個場域 就是在美國的西岸 美國西岸 那美國西岸當然 那個舊金山已經有去年遺棋事件 那麼接下來就去年的 這個洛杉磯的中華會館的改選 其實委員你講清楚也有好處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到處跑的時候出去可以幫你們 我們也可以幫你們 起碼這些人 我們也關心他們對不對 透過很多平台表達我們對他們的關心 所以我想喬務工作不是只有官方在做 民間其實更重要 是的 因為民間之鏈往來可能還不只是純粹的朋友關係 有時候涉及到他們的企業合作這些等等 這部分都可以我們一起來努力 但是我們希望喬委會 你能夠真正掌握到哪裡是重點 那你也告訴我們說哪裡是重點 希望我們可以來幫忙 好不好 另外 剛才也有委員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 因為想要全面的來跟我們的僑胞進行一些互動 當然 僑委會當然也很用心 在過去這幾年也辦了一些活動 比如說 海外青年客家文化元席 這個本席是非常認同的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委員長 這個到目前為止 這個活動這個營 辦在哪些地方 大部分在客家縣市那邊 客家縣市 是嗎 但是他的參觀訪問當然是很跨 去年有沒有辦 去年在哪個地方 去年有沒有 去年辦在哪裡 去年有沒有辦 這個部分主要 他的活動的範圍還是都是客委會在主導 那我們是協助在海外的招生 客委會主導 那你們應該也知道他辦在哪裡吧 我的印象裡面是大部分都在客家縣市 我就在客家縣市 對 但是他有沒有安排到台中市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選區有一半是客家縣市 是不是我們把詳細的行程 我們拿到以後 我們再跟委員做報告 你們這樣沒有掌握不行 因為我們負責是海外招呼 沒有錯啦 你們是負責海外招呼 我說常常講政府是一體的 既然這個是海外青年客家文化言行 當然涉及到海外 當然涉及到青年 當然涉及到客家 這是一個project 你們參與的就必須很清楚 甚至要檢討 不能說辦完就算了 我剛剛就在反應一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看到這個營隊的時候 我覺得這很好啊 可是為什麼 我那裡是客家也是偏鄉 可是你這個project也是宣稱 要在客家偏鄉重點地區 去進行國中小的英語教學服務 可是我到現在我沒有看到 在我的選區裡面有這個活動 起碼我沒有被通知到 那個英語服務是今年才要開始 所以我剛剛講說去年沒有辦 你們也沒有人回答我說 那是今年才開始 對 今年的那個英語服務員 是今年我們才增加50個名額 所以是今年才開始 那個是今年我們負責的 那你們要講清楚啦 是今年才開始 所以搞清楚狀況好不好 那如果是今年才開始 那你好歹讓我們先知道一下 你剛剛講的是兩個不同的營隊 不同的營隊 好我想這部分 是不是注重一下 好 我剛剛講的 像客家地區 尤其偏遠地區的 比如說我自己的所在地 像東勢、新設、和平 這都非常偏遠 而且屬於客家區 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相信 對於那些偏鄉的小孩子來講 那真的是非常難得的 是非常難得的 我們在分配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跟教育部 我想讓這些海外青年回來 也看一下 也體會一下 跟我們這些小孩子交流一下 我相信這應該對他們人生經驗 也是難能可貴啦 好的 那此外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才其實也有一些委員提到 正體制的問題 就繁體制 是 大陸方面當然有 某位人士 就是其實他們的人大代表 有提到說 應該取消 簡體制 然後恢復繁體制 那其實這個透露一個訊息 尤其他也提到說 因為海外的這些華人都用繁體制 那我想請教一下委員長 如果 尤其他在海外僑務這一塊 他來推正體制 推繁體制的時候 那台灣作為長期以來在中華文化上面 我們自認為我們 我們不管是在維護 或者傳承繁體制上面的文化 我們是最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會不會構成我們另外一個挑戰 尤其他的孔子學院 我們當然說要我們的台灣書院 可是當然在量上 我們實在沒辦法跟他比 那現在如果他用採取或者恢復或者正式宣告說 我在海外 我就要大力來發揚 正體制的時候 那請問我們的因應是什麼 喬委會的因應是什麼 我想這部分我還有深具信心 因為我們在多年來 跟他在喬教上面之間的競爭 我們的態度是遠勝於他們 尤其說我們教學方法 跟教學的技巧 甚至說教具製作這部分 他們還差我們一大截 最重要就是 我想最重要的是一個態度 因為我們的教學態度 跟教學活潑的話 這一點是他趕不上 那個委員長 你的信心我很肯定 可是我要跟委員長報告提醒的就是說 過去以來好幾年以來 我們都自認為我們在很多方面領先大陸好多 可是到最後都很快被追過 我想已經不是這個經濟上了 經濟跟市場上面他們更是這樣 本來如果我們很多的 集起直追 三五年就把你追過了 所以文化這一塊 他們現在正在集起直追 對的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僑委會 能夠事先做好因應 好的 免得這一塊我們的優勢 最後又流失掉了 是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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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總委員 謝謝